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好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中国新闻 国务院再设小组返回武汉 发生什么了 中国官方宣称鄂省汉市住院患者清零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4月27日率中央指导组自武汉返回北京 不过 据官媒报道 中国国务院已经再设立联络组进驻武汉令人生疑 据新华社消息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 由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任组长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任副组长 两人都是中央指导组成员 于4日下午带领联络组抵达武汉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称 本次联络组抵达武汉 将协调推动湖北省武汉市做重点做好7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毫不松懈地抓好社区防控 一旦出现情况 能够及时发现和扑灭 二是进一步扩大核酸检验和抗体检测范围 把检测结果 密切接触人群等信息与健康码连通 三是做好无症状感染者的相关工作 按照确诊病例的要求 做好隔离 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 四是加强对治愈患者的关心和帮助 做好后续治疗康复 帮扶等工作 五是做好疫后综合症 应对处置工作 及时化解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六是统筹推动复工复产复学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七是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 提高应对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 报道中说 联络组的主要职责是 及时了解和反映湖北省武汉市防控工作情况 敦促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巩固防控成果 严防出现反弹 兼顾了解复工复产复学等情况 承担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武汉市发言镇阳 中国官方宣称 病患清零的好消息格外引发国际瞩目 不过也引发民众质疑 认为是中央政府要求地方配合 务必压低数据的操纵手法 美国华裔病毒研究学者神秘遇害 美国宾州批斯堡一名研究这次病毒的华裔研究人员 5月2日被发现在家中死亡 据警方调查 他是被人杀害的 同时 警方也在一辆车上发现一名自杀身亡的死者 警方初步判断此人是在杀人后自杀的 据批斯堡CBS和批斯堡行动新闻 4日报道 警察局表示 这名37岁的华裔研究人员叫刘冰 是批斯堡大学医学院计算机与系统生物学系的研究助理教授 他正在从事这次病毒的研究 警察说 他们相信刘冰在位于罗斯镇 I'm Koot的连排屋家中被枪杀 嫌疑人在作案后回到自己的车中开枪自杀 警方相信刘冰是被谋杀的 他的头部 颈部和身体上有明显的枪伤 第二名死者被发现死在位于Slemania Circle的车上 他的身份尚未被确认 批斯堡医学院计算机与系统生物学系在4日发表声明说 刘冰在了解SARS-CoV-2感染的细胞机制 以及后续并发症的细胞基础方面 取得非常重要的发现 据称他是一名杰出的研究者和导师 在计算机建模和生物系统动力学分析方面有专长 警方表示 刘冰和开枪者是认识的 警方为说明枪击案的可能动机案件 仍在调查当中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川普再打贸易战是来真的吗 英格幕僚不同调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的谈话 令各方深优关税人重出江湖 中美贸易战卷土重来 但时隔一天 川普幕僚们却放轻了对中国施压 称 只要中国遵守承诺购买美国货 美方不会为经济制裁加压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白宫幕僚这一表态其实并不出奇 因为最愚蠢的政客也不愿意看到美国在全球经济萧条中发动自杀式贸易战 川普的表态或许只是选择语言罢了 一切由川普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专访说起 他扬言中国在处理事件时犯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错误 事后试图掩盖 他还警告会用关税手段惩罚中国 这是川普自1月中美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后 再次明确表示会考虑动用关税大棒打击中国 市场为之震动 一时间贸易战硝烟再冒起 但是戏剧化的是仅仅一天后 川普一英一哥幕僚都发出了与川普不同调的讯号 明确一点说 他们没有跟川普加码施压 反而对中国放轻口气 其中被视白宫汉英之一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在一次在线的学术会议上说 美国不打算在疫情这个问题上采取惩罚性措施 博明称 事实上 川普将继续坚持他今年1月与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并将高度密切关注 以确保中国遵守自己的承诺 作为鸽派的财政部长姆努钦 做出相似的表态 他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访问时说 我有充分的理由 预计他们将遵守协议 即暗示中方如首诺与首阶段贸易协议 美方不会加码制裁中国 川普与幕僚表态不同调 看似矛盾 但实质上并不奇怪 原因是川普的强硬 或许只是选择语言 高级幕僚的说法 才代表白宫理性的政策思路 白宫团队不遇重燃贸易战 主要有两个考虑 其一是美方不想自毁政绩 川普政府在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 保留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 以成功换取中国购买天价美国产品 这是美国本届政府的重要政绩之一 若美国此时加征新的惩罚性关税 中方会反制不执行协议 这几乎等于自毁协议 了断政绩 其二是美方不想损华不利己 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后 美国经济受到重挫 就连川普的顾问都警告 美国GDP恐怕将萎缩40% 失业率飙升至20% 换言之 美国经济现在极其脆弱 如此时重启对中国贸易战 无疑令自己经济雪上加霜 等同于与中国两败俱伤 观察者指美国去年经济强盛 打贸易战时禁得起中国回击 但今天不能同日而语 美国一旦再发动新一波贸易战 恐怕是一场自杀式的贸易战 正因为如此 川普周一说 要对中国动用关税措施 可能只是今年底大选前的选择语言 向选民展示自己敢对中国强硬 而不是他的对手民主党拜登般侵华 二来 川普也要找一些借口 对冲国内舆论批评他防控不力 但说到是否真的在策动贸易战 川普或至少他的团队会有冷静的考量 美英情报人士称 无法证实中国实验室亵渎 美国CNN与英国卫报分别引述不同情报人士指 目前并无证据表明东西是从中国研究室泄露 情报人士又认为澳洲媒体日前宣称收到一份报告 并非由五眼联盟撰写 纯粹是来自公开的资料 五眼联盟由英国、美国、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组成 澳洲每日电讯报早前披露一份宣称是由五眼联盟撰写的15页报告 指中国隐瞒情势导致全球大爆发 报告指华盛顿认为东西有很大机会是从实验室泄露 卫报报道澳洲情报界人士消息指 五眼联盟报告的内容相信基于公开公共领域的资料 消息人士指资讯可能源于美国 认为这是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工具 CNN接触的两名西方情报人士分别认为 东西不太可能是因为实验室事故而传播 而是起源于华南海鲜市场 这与川普总统和国务卿蓬佩奥的看法矛盾 另一名五眼联盟成员国的情报人士指 蓬佩奥与川普的说法确定性远超联盟当前的评估 此名人士承认东西仍有可能来自实验室 但强调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下定论 他又补充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明显是爆发源头 但东西如何进入市场仍不清楚 蓬佩奥周日曾表示 有大量证据显示原起汉室实验室 但他并未质疑美国情报单位做出的结论 也就是东西不是人为制造 川普上周也表示 看到了源自汉室实验室的证据 但他没有肯披露详情 英国首相府被问及事件时 称不会评论情报资料 但英国消息人士也指 不觉得报告是基于该国情报组织的机密信息 首相府发言人并表明 关于来源和传播 中国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回答 以确保未来全球做好准备 应对另一次传染病大流行 澳洲总理莫里森周二则表示 东西最可能的来源是中国的野生动物市场 莫里森表示 尽管他不排除川普的说法 但澳洲没有看到证据能够改变其认为起源于野生动物市场的观点 我们看中国国内的报道 孙杨禁赛向瑞士联邦法庭提出上诉 中国著名游泳运动员孙杨已经向瑞士联邦法庭 就他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判处竞赛8年的决定提出上诉 据美国之音报道 这个消息是美国游泳杂志 游泳世界周二5月5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 28岁的孙杨曾经获得三个奥运会金牌 并多次获得世界级比赛的冠军 今年3月 瑞士体育仲裁法庭因孙杨不服从药检人员 对他进行兴奋剂检查的适当行为 而给予他8年禁赛的处罚 游泳世界杂志的消息说 孙杨已经在4月29日在瑞士联邦法庭登记提出上诉 2014年 孙杨曾因使用兴奋剂被判处三个月禁赛 游泳世界的消息说 瑞士联邦法庭没有提供孙杨这次上诉具体内容 但是表示 该法庭已经以孙杨案的名字设立了卷宗 消息说 孙杨的律师也于4月29日当天进行了登记 直接导致孙杨被禁赛8年的原因是 2018年9月在一次突击检测中 孙杨与药检人员发生冲突 并用锤子销毁了自己的血液样本 孙杨对自己抗检行为做出的解释是 药检人员不专业 三人中两人都没有任何专业资质 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陪审团一致认为 药检人员遵守了所有规定 而孙杨没有对销毁自己血液的行为 做出有效的解释 观察人士表示 孙杨这次上诉如果不能成功 他将无缘参加东京奥运会 他本人的游泳事业也将宣告结束 东京奥运原定今年7月举行 但由于事件而被推迟 中国游泳协会在孙杨被判禁赛8年后 表示支持孙杨上诉 继续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继续中国国内的消息 中国五一黄金周旅游创收大缩水 中国五一黄金周遇上公共卫生事件 全国旅游业在游客量及收入两方面 呈双失状态 首四天假期接待游客总人数1.04亿人次 带来432.3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相比去年五一黄金周首四天假期 录得1.95亿游客量 以及创下1176.7亿总收入的记录 明显大幅缩水 今天五日是长假最后一天 全国铁路进入返程客流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615万人次 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 5月1日至5月4日 全国接待国内游客总人数达到1.04亿人次 带来约432.3亿元的旅游收入 其中在5月4日 全国接待国内游客总人数为1931.3万人次 收入约81.8亿元 另据早前的统计数字 全国在首日假期接待游客总人数达2319.7万人次 带来旅游收入约97.7亿元 2日游客达3085.7万人次 旅游收入约128.6亿元 3日游客总人数上升至3094.4万人次 旅游收入约124.3亿元 去年5日中国首四日假期境内旅游总人数为1.95亿 旅游收入为1176.7亿元 换言之 今年受世界影响 中国旅游业均在游客量级收入两方面成双失状态 其中收入更比去年少了一倍多 然而上海市民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消费主题活动的五五购物节中 上海区在18小时12分钟内消费已逾100亿元 昨天晚上8点五五购物节开始 实时监测数据显示 上海地区消费支付额4分钟突破1亿元 继续看中国国内的消息 中国个人也能申请破产了 公共卫生事件横扫中国 导致不少民众失业企业倒闭 一时间如何应对大规模的金融风险 再次成为当局面临的一大难题 几天前深圳出台的个人破产条例 已经提请世人大审议 标志着这个经济特区成为全国首个探索 个人破产制度的地区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的个人 微信公众号近日发文说 目前中国新增失业人数 可能已经超过7000万人 失业率可能超过20% 尽管李迅雷事后澄清这份报告 并非他本人所写 而且只是在特定假设情境下 对失业率水平的估算 但中国近期有大量人口失业 显然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也意味着 有不少人陷入了个人现金断流的困境 深圳特区报近日报道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草案 已提请世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 标志着深圳将成为全国首个通过立法 对个人破产制度进行探索的地区 报道说 这项法案将让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得到重生的机会 也会让当地的市场退出机制变得更加健全 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学讲师谢远阳近日发文说 合理的个人破产制度 一是能够给人从头再来的机会 鼓励民众创业 二是能降低社会负债率 三是能及时终结债权债务关系 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也表示 如果这项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推行 将造福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等多个层面 第一 个人破产制度显然可以为那些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帮助 第二 对银行来说这可以帮助他们剥离不良贷款 第三 对整个社会来说 它可以树立一种诚实守信的氛围 也就是说只要我诚实守信 即便破产后从头再来也没事 个人破产制度指的是 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 通过法定程序宣告破产 将其剩余资产公平分配给债权人 对未得到清偿的债权 免除该自然人继续清偿责任的法律制度 深圳或将对此立法的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网友热议 自立行间 有不少人难掩个人破产法 可能会被滥用的担忧 考虑到这项法律试图保障债务人的权益 有网友反问说 诚实守信的债权人的权益又该如何保护呢 还有网友开玩笑说 房贷不还了申请破产 深圳评论人士邹涛指出 中国多家P2P网贷平台近年来频频爆雷 就显示出了个人破产制度 需要区别对待不同自然人的重要性 国内P2P门户网网贷天眼 此前根据不完全统计报道 截至去年年底 光是北京市朝阳区 就有48家P2P平台失联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条 纽约亚裔申领失业金人数 急升6900% 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美国造成大量失业 在重灾区纽约 亚裔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较去年同期急升6900% 远高于白人非裔和拉丁美洲裔 有分析指出了种族歧视因素 亚裔防控意识较强 很早保持社交距离 减少外出 甚至主动停业防控 都是背后的原因 据苹果日报引述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 在重灾区纽约 过去四个星期申领失业救济金的 亚裔民众达14.7万人 与去年同期仅2100人比较 急升6900% 升幅超越所有其他族裔 白人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与去年同期比较 只上升了1840% 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的升幅 分别为1260%及2100% 纽约整体劳工人口中 仅9%为亚裔 但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中 亚裔占了12.5% 去年同期亚裔只占 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的3.7% 亚裔民众在情势下的失业率偏高 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CNN访问多位亚裔社区人士及学者 尝试初步了解问题涉及什么因素 位于曼哈顿唐人街的金峰大酒楼 是纽约市最受欢迎的广东茶楼之一 店外长期有客人排队等位 但中国1月爆发后 生意急跌八成 到3月所有预约已经取消 原本可以容纳794名客人的茶楼 跌至全日只剩下36客人 电东兰兆文因此决定停业 让170名员工放无薪假 兰兆文解释很多华人提前已保持社交距离防控 减少外出 据他所知有长者1月起就已经几乎足不出户 茶楼的华人客员因此大减 华人餐馆生意首当其冲 由于亚裔整体防控意识较高 不论劳资双方都有人情愿没有收入 也不愿冒感染风险工作 38岁的Jennifer Fong是美甲工人 她便和店主协议好取消所有客人预约停业 洗衣干洗店属必需行业 但情势下很多洗衣店都没有开门 纽约美籍韩裔干衣联会表示 旗下70%的会员都正在停业 原因包括员工不愿上班 有员工染疫等 亚裔失业率偏高 同样含有歧视因素 现年25岁的翁莲原本在咖啡店工作 目前正放无薪假 但她工作的咖啡店依然有开门做生意 她试过有客人见她是亚裔 便问有没有感染之后离开 纽约市警察局表示 今年1月至今 一共接获14宗与事件相关的仇恨案件 全部受害人都是亚裔 虽然整体而言 美国亚裔民众在过去10年来的失业率 在所有族裔中数最低 入息中位数数最高 但外界往往忽略亚裁负富不均的问题 收入最高10%和最低10%的亚裔民众 入息可以相差最少10.7倍 亚裔在软件开发 医生、药剂师等高薪劳动市场中 分别占比为35%、20%和23% 但在美甲等基层行业中 亚裔一样占了57% 在纽约便有大量亚裔从事餐饮、美甲等服务行业 最受事件打击 另外亚裔包括缅甸、孟加拉、巴基斯坦裔 他们都以从事基层行业为主 这次同样首当其冲 虽然亚裔失业率已远高于其他族裔 但外界相信数字仍被低估 因为有为数不少的亚裔为非法移民 或从事现金工、没有报税 不符合申领失业救济金条件 马省大学波士顿分校经济学教授马林金 曾研究2008年金融海啸的失业率 当时亚裔失业率同样高于其他族裔 失业时间也较长其他族裔 背后原因除了因为歧视 也因为亚裔缴其他族裔不容易放弃求职 指出失业人士一旦放弃找工作 便会被替出失业人口 他相信在这次事件下 亚裔失业率高居不下将会重演 我们生活在史虚中 人类从来没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跳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感悟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 传给世界上上心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 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咨询屏幕上的邮箱记者 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 比如厨艺健身歌唱影评都是可以的 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 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哦 嗯狗狗出去别欢迎了 第二步呢 就是上传您的作品 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 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 我们推荐您采取原端共享的方式 把节目交给我们 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 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 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 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 嗯还有狗狗 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套榜单哦 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油管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